今天啊缺血不是在这个TikTok上发现黄野鸡 他大约是在领结婚证之前拍的那个就是他什么跳 那个僵尸舞提现墨虎舞的那个视频 去在这个视频给他转发了一下 他这个就有很典型的这种自恋性人格障碍的这些特征 那看一下那个视频就知道了 这其实奇怪的是他在这么多的社交软件上都注册了 都有这种就是你一看你就知道他这不是生活中 就普通人说展示自己的生活秀的这种表现 他的视频所有都是招嫖的招嫖的套路 招嫖的那个风格就是野鸡的那风格 什么要扮演什么萝莉控 要迎合那个恋童屁嫖客的那个口味 你看就是他们招嫖的野鸡是吧 成年野鸡他要装儿童装什么天真纯洁小女孩 那这种你说他有这么多他在这么多社交软件上都注册过 而且是很早之前 难道他那个狗屌老公欧阳博文是一点都不知道的吗 他狗屌老公在这个2020年回国啃老之后 难道一点都不知道黄野鸡在多伦多又搞破鞋又约炮吗 又在什么discount的 他有这个什么他进入什么付费的 就是那种就是他跟男的聊天 男的给他钱那你说能聊什么就色情聊性 聊性呗是吧 然后这黄野鸡呢很多视频都是在他结婚之前拍的 他狗屌老公真的不知道这黄野鸡之前干过什么吗 缺姐就就很好奇是吧 你你讲就是哪怕你婚前你不知道他他干什么 他在什么社交媒体上有留下什么痕迹 但是呢 你总是会看他的这些行动轨迹吧 你比如说缺姐和老公是共享的 就是说你这个手机你人在哪 那缺姐就看着地图你人去哪了 我都我每天我都能查得到你的行动 彼此都能看得到 那是没人想看这是 比如说啊这个账户 我夫妻共用的账户 夫妻共同的联名卡 那是老公花了哪笔钱 是我缺姐花了哪笔钱 互相都看得到 你去过哪个店 你在哪个店买的 那一看一目了然是吧 这个东西就没法骗人嘛 而且你这个邮件你注册过什么样的社交媒体啊 然后你这手机你下载了什么up 就像黄野鸡那么多约泡的软件 那么多社交的软件 拿到这个欧阳博文就一点不张 比如说缺姐就能看得到缺姐的老公啊 他下载了什么up 那就老公也能看到到缺姐 甚至邮件的呢 就是说密码都是通用的啊 就互相都知道彼此的邮件啊 密码 小机随便见是吧 那去也就奇怪了 为什么这个欧阳博文好像并不知道 这个黄野鸡在约泡 搞破鞋在他走了之后 这件事 那这很奇怪啊 你看看他的手机去过哪 什么行踪啊 在这个时间段他都去了哪 那肯定知道 然后他怎么消费的 他的消费和他的收入 他收入你肯定知道 然后他消费他买了什么东西 和得上和不上 你肯定一查就查得出来 为什么这个欧阳博文好像就很信任啊 很好像是很放心啊 这个黄野鸡呢是没人操的样子啊 然后当然呢 欧阳博文是非常确信 黄野鸡是找不到接盆侠的 找不到像他这么傻的接盆侠的 没人愿意对黄野鸡认真的 但是可是啊 黄野鸡毕竟他是一个长了B的一个女人呢 在这个男权世界他不看这个女人 有没有家人长个B就行了是吧 长个B老子他妈内积啊 随时就找大街上找个墙根 撒泡尿就就就找黄野鸡排泄一下是吧 泄个玉一下 就就这种这种屌子大有人在 难道这个欧阳博文没想到这一层吗 这个就找了找老婆和找的这种啊 就免费的这种泡友 男人是完全就两个完全是不是一个标准的 那你说你这欧阳文文没想到这黄野鸡会背着他啊 就背着你这个约泡搞破鞋啊 天天的见这个网友见那个网友的 你怎么会想不到的呢 这就尽管说缺姐也和老公也是经常分居的啊 这几年啊 但是啊缺姐这一天干了什么 缺姐甚至开了哪个网页 缺姐老公在这段时间在干嘛啊 他看了什么网页 只要想查都能查得到 这有什么可不知道的呢 是吧 是缺姐这段日子 天天我这 这就在这个对着这个熊猫做春梦 是吧 看着这个熊猫的视频 就一脸的义母笑是吧 一脸这个痴痴的发情的一样的发春的这种义母笑 那缺姐老公也知道 哎呀你一天就知道啊 你现在你的这个意淫的对象是熊猫 那缺姐说我就想抱着熊猫老着熊猫睡一觉 那缺姐老公知道啊 那那甚至是有些有些这个男的啊 他非常热情的来帮助缺姐 那你说缺姐还跟老公还在讨论呢 我说呢 我说这男的你说他为什么这么热情的对我呀 他是不是想挤油啊 他是不是觉得有个中国女的他没睡过 他想睡个中国女的 然后给他自己多一点这个挤油啊 挤油的这个肿了要齐全一点 那缺姐老公还是那种就是有比较不好意思 我听舅姐这么说 缺姐说话下来都是比较放肆的 这没什么 有什么呢 缺姐心里没鬼啊 我不用装啊 我又不想搞破鞋啊 我为什么要不能说呢 我自己有什么想法 为什么不能说呢 这我不搞破鞋 你管我脑子里有多么的狂乱 有多么复杂呢 是吧 所以说这个这个 这个欧阳博文是真的不知道 黄野鸡他婚前的那些什么约炮了什么 就据黄野鸡跟缺姐啊 传递的信息说是甜甜逼缩鸡吧 跟着在北京和多伦多的啊 就两地啊 他都干过这种事 约炮 他跟欧阳博文也是大街上约炮人家认识的 然后呢 这黄野鸡不知道怎么着 就跟着他这个这个欧阳博文之后 就开始要扮演一个特别纯洁的处女啊 这是不知道是为了迎合这个 这个欧阳博文的这个口味呢 还是说 欧阳博文真的不知道黄野鸡的这些黑历史 他妈哪怕他妈你不知道他以前的黑历史 最起码你 你知道他婚后 就是你回国之后他干了什么呀 这个你总会看得到啊 他花了什么钱 他赚了多少钱 他赚多少钱你还不知道吗 然后他花的钱 他又订了在网上订过了什么东西 这个你看不到吗 这钱能和钱数能合得上吗 而且那缺姐发现啊 这个欧阳博文和黄野鸡 并不是什么事都在这个交流的 就很少交流 这就不是说像缺姐和老公这样啊 基本上老公不管是在家里 还是在这个上班的时候 那缺姐都能跟他聊一下就好 甚至还要互相发现视频照片啊 视频呢小视频不断的一天呢 那基本上就就就不断的 不定时的就联系 那你说你怎么不知道彼此在干嘛呢 这是这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 就是婚姻的领了结婚证的关系呢 就确姐好奇嘛就八卦嘛 就在确姐也非常好奇啊 这欧阳博文和这个黄野鸡 现在处于一个什么状态 这个欧阳博文是想说 把黄野鸡的这个枫叶卡片到手之后 在突然断牙式的离婚 这欧阳博文又把同时把自己的这个房产 转移到他父母的名下 然后把或者说把这房子 在这高位直接卖了 直接卖了现在是赚的 还要把钱夸 全部转到这个国内的那账户里去 那黄野鸡跟他离婚 就一分钱都搞不到 然后呢就黄野鸡那显然的 就是他像销声匿迹的一样 就跟确姐就彻底的 在确姐的这个视线里 确姐追踪他都追踪不到了 然后确姐呢在这个今天TikTok上 发现他的视频 发现他的账户了 那确姐呢就羞辱他 就嘲笑他 所以说你这样做人是吧 就是不管是你对待网友 还是你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也好 是你这个人的品性决定的 而不是说你因为对网友 你才特别的暴露你的真实嘴量 而是你对什么人 你都是这样的品性 那确定一直强调 这人的品性 品性是一个特别稳定的一个东西 就他的底层逻辑一直是这么支撑他的 他的人格障碍是一直他这么表现的 他哪怕伪装 他也只是伪装的一点点 但是呢 这个他的底层逻辑 他的人格障碍仍然在那 这你怎么能装呢 你装的怎么可能装的像呢 谁都不是傻子呀 黄野鸡这么做人 这么做事 这完全不是一个脑子正常的 确实还有天天还跟老公还说呢 我说你却把那个谈那小视频啊 叫那个跳那个什么僵尸舞啊 就扮演他妈的招飘的这种 这种野鸡的这个 这视频又发给老公啊 我说你看呢 我说你看他的表情 你看他动作 你看他的这个眼神多空洞啊 多装啊 他活在他自己的幻觉里 他自己他没有自我 他是个空壳 空心人 那确姐就跟确姐老公 一直在科普什么叫 自恋性人格障碍的这种特征 然后呢 确姐又把他的这照片啊 他那种瞪着一四百眼的那种照片 确姐也把那个 还把眼珠给空下来给老公看 我说你看他这眼睛 我这瞳孔都在这个 四周 一般人是不会把瞳孔 把眼门都露出来 是吧 四百眼 不会撑成一个四百眼 我这种四百眼 这基本上都是心里有病的 要不他就有精神疾病 至少他也是有心理疾病的 他应该 他们家应该要 趁着加拿大的这种医保福利 是吧 把他送进精神病院 我这也是个招 这种人呢 如果你要是 让他没有活路了 他真的会拿刀子去捅人的 他曾经干过 他做事不考虑后果的 他非常冲动的 明是他 根本就不知道 你他妈你这么跟别人对着干 你是要吃亏的 他不考虑后果 这种不考虑后果的这种傻逼 这种蠢逼 那你说他会不会 如果说他妈也把他包弃了 他妈绝对是不愿意接受他 就是如果说被吸回家 这个欧阳伯文是百分之百的 是不可能和他走下去 这确定 非常之确定 不管欧阳伯文这个人 想说把女人踩在脚底下 在那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所以说呢 妓女呢 是承载了嫖客最卑劣 最恶毒 最无耻 最低级 最下流的欲望 那种恶意 妓女 她是承载了人类最大的恶意的 这么一个群体 所以说黄野鸡 他身上体现的全是那种 特别有恶意的东西 他是一种投射 他是反映了这个社会 在他身上的恶意的那种投射 可是你为什么要接触 这种有恶意的群体呢 嫖客他妈的 你 但凡你不用脑子想 但凡你看点什么这种社会新闻 你都知道 妓女有多做机有多危险 你去约炮有多危险 这黄野鸡从来没想过 他没脑子的 他认为 哎呀我天天 嗯 舔得我很舒服 天天逼 他跟缺血还在闭着眼睛 翻着他那阴唇 那个大 那个大鼻嘴 厚嘟嘟嘟的 一嘟嘟嘟 那个大鼻嘴 还闭着他那个小的蜜蜂牙 还在摇着脑袋 天天逼 他又沉迷 还咱们那个滋味 他的颅内又在高潮 缺血说 看着他这种 就是被自己动物本 能支配的这种表现 确实说句话特别恶心 也特别看不起 你单凡你他妈你是一个 叫人类吧 你至少对自己得有一个理智的控制 是吧 什么欲望 他妈你再有什么 什么低等动物的本能 他妈你自己用手啊 用什么电动玩具啊 你看点小黄片啊 这也是一种歇愈的方式 你为什么要找个对你有这么危险 大活人要干这种流氓色情活动呢 这他妈这不蠢傻逼吗 你自己自卫 你自卫一千次你都是纯洁的 你他妈你这U part一次你都是个大夫 你都是个货血对不对 而且呢你是非常有承担了多大的风险 这黄眼镜真真他妈傻呀 专门干这种对自己没好处事 而且他自己还是很沉溺 他觉得 哎呦这是享受啊 这是快乐呀 这是占便宜呀 他以为缺写呢 就是女权博主不会荡负羞辱 说句实话 如果说黄眼镜他不是骚鼻甲唇的话 缺写还不知道他的痛点在哪 不知道他的羞耻感在哪 他自己他知道他做的这件事 是一个非常下流低级 不要脸卑贱的事 引荐的事 然后自己又是控制不住自己低等的欲望 不管是心理上的这种缺陷 他这种寂寞难耐 还是他生理上的他的需求 那这种人就是说 你他妈你要既然你自己完全就是一个 受本能来支配的这么一个低等动物的话 那你就做人得有什么 真性情啊 他妈你这老娘就是骚鼻 老娘就是破血 老娘就是逼爽了 老娘的老娘爽了就行了 这样你功名磊落点 是吧 你不要他妈你再骚鼻甲唇了 你再装出去 再给自己当 背上一个牌房 当上一个牌房精 那却姐一下子就抓住你的痛点了 原来你的痛点啊 就是你自己和真实的你啊 不能相处 然后你自己创造出一个假我 那这就是你的痛点呢 然后你他妈你再对不起我 你再把缺姐当成傻逼来糊弄 来戏耍 那缺姐可不就是要找你 这就可是真小人啊 从来不是伪君子 这个黄野鸡呢 真是他应该什么呢 跟太多的啊 这种伪君子啊 混得太久了 他就是那种惯性的行为 惯性的思考 他忘了 就缺姐完全不是他所接触的 那些社会层面的那些路逼吗 他仍然是用他那种啊 垃圾品性 跟垃圾人混出来的垃圾品性 他本身他就垃圾 那他缺姐 他不是没见过垃圾人的 但是我仍然拒绝 从垃圾人身上吸收垃圾的品性 我拒绝接受 我还是乱做一个 我自己那盒很稳当 就你你他妈怎么坏 怎么垃圾 关我屁事是吧 我该怎么做人怎么做人 该怎么做事怎么做事 这就叫有自我的人 一个有框架有自我 有原则的一个人 没有吹 缺姐没吹自己啊 缺姐确实是这种人 你看这种搂逼呢 是很容易啊 他还觉得自己 哎呀你看我多聪明啊 我又把别人给耍了 所以说黄姐经理说 你这样搬起石头杂死一脚 是傻逼不傻逼啊 你把缺姐这样的 呲牙必报的 特别记仇的 缺姐就一直告诉他 我特别记仇 只要他妈那我发现 你他妈有坏心眼 就是你你是无意的 但你还不能装 你跟缺姐你不要装 是吧 然后呢只要你啊 就心有诚意的 哪怕你是啊 一时疏忽啊 你他妈对不起 我还能原谅你 但你有坏心眼 你恶意的 他们你要装伪善 那我不能原谅 这也一告诉他 我说我就一个记仇的人 而且我很疯狂 我要他妈打击报复员 是会非常之疯狂的 因为我积攒了太多的负能量 恶的能量 我也会喊邪恶的 我平时我是挺老实 挺低调的一个人 但是你不能把我的 这种恶的能量激发出来 他妈我这个休眠火山药爆发的 这黄野鸡他知道不知道 所以说学姐 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休眠火山的爆发 你不是自明得意 说你能把别人都能 靠着你那点骗术 你那点伎俩 你那点装憨厚 装傻 装弱智 那点眼睛真骗不了人的 顶多你跟别人 也就是接触短短的几次 别人就判定你这个人 是个坏逼 他就会抛弃你 然后你不断的 又要重新的建立新的关系 你得费多大的能量 多费事 这不都是舍近求远吗 你说你要建立长期关系 彼此有信任 大家相比都舒服 不用在前期的铺垫 前期的投入 你每次都投入 他乐此不疲 他在前期 他拼命的消耗他的热情 过度的热情 他伪装出来的热情 他还为了迎合缺解 喜欢就不喜欢那种 坐鸡的那种口味 坐鸡的那种风格 他要装什么那种 什么萝莉野鸡的那种 他还认为那我 我就迎合缺解 这种是把头发帘 也招上去了 给我穿了什么 藕粉色的那种绒衣 他认为这就是 缺解想要的 缺解你看他妈 你这就是个儿童啊 你这是个童衣啊 你为什么要成年女人 成年很多年的这么一个老女人 你为什么还是已婚妇女 你为什么要装个儿童 缺解说 很讨厌他那个衣服 穿着风格 还要装什么 穿裙装 你该穿上还穿什么那种 就那种很鲜的 就是一看就是 国内刚出国没多久的那种 来旅游的 要装什么 淑女 装文雅的 斯文逼的那种 那种衣服 你看他 缺解就觉得 这个黄冶鸡 他怎么活着的 好像是活在跟他的 这个现实世界 平行的世界 一般来说 那你缺解从小 不是从小到 这么多年出国 这么多年 只要你看着出国 没几年的那些女孩 他马上 他的那个风格就变了 他就会和他周围的那个环境 周围那个国家 和现在的流行的这个元素 他就能够展现出来 他的那种审美观呢 他的那种三观呢 他的精神面貌 都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黄冶鸡出国十年 他都好像还活在国内的那种 就那种装逼的那种风气里面 他好像就没出过国一样的 这确解就是很诧异 是吧 一般来说 你如果是未成年 你就已经出国了 那就更加的 一看就是那种ABC啊 那种美国亚裔 北美亚裔 一眼就能看得出 这是在外国长大的孩子 哪怕长得丑 你也就能看得出 他完全你看不出 就觉得这个人 他怎么白活这么多年了 在国外啊 然后确解现在终于明白了 找到这个问题的钥匙了 他有自卫性能够抓 他靠幻想 活在就是说跟这个周围的现实世界 平行的世界里 他也打造他想要的那个人生 就是他自己他觉得这样 让他自己感觉好 就是他越没什么 他越要装什么 没读过书的人 他非要装知识分子 要装淑女 明明是个野鸡 他非要装斯文笔啊 这些粗非常粗笔 非常下流低级的野鸡 他非要装斯文笔 那确解蛮嘴脏话 没有一个人认为确解是坐鸡的 没有一个人认为确解是文盲 这个东西你骗不了人的 华尔基是为装一装就能装下了 别只看着你别扭 就是基本上就生活中的人来说 他们也绝大多数是没有那么好的心理学的这个理论知识的 他不知道是没有那个概念 他不知道怎么 他就看你不对劲 看着你 你哪里哪里看着都是特别空洞 特别造作 特别的别扭 特别拧巴 哪儿呢都拧巴 这个人他是一个 就是一个行尸走肉 他就是一个行走的聪明 是吧 这个人他就完全的 而且他思考逻辑都是恶意的 他都是要算计别人 他要去压榨别人 而且他想办法让别人不舒服 想办法要割应别人 让别人恶心着 他就像这种赖蛤蛤 他就什么跳脚面他不能咬你 但是他会恶心你 他会向你跳 他觉得他怎么会这样呢 这跟缺姐就是那天买机票的时候 缺姐也是突然 一下就觉得这个人他有多么的恶意 恶意满满 他就蓄谋已久 他都不是一天的了 缺姐就拒绝给卖机票 他马上说 那你怎么跟那东北大姐怎么回事 跟那菜店老板娘怎么回事 明明缺姐把所有的过程都告诉他了 我这个人 我这个东北大姐 是怎么一个品性是有问题的 他这个人的思考逻辑 品性是有问题的 菜老板娘 他这个人的这个层次 我看不上他 我跟他 没得谈 就把所有的细节都告诉他了 他突然的 好像是拿到你什么把柄 好像就要对你落井下石 好像是 这是你的软肋呀 那去姐倒让你看看 谁他妈有软肋 你不是有这么大的恶意吗 对缺姐 那缺姐的恶意 可就是休眠火山爆发了 嗯 嗯 嗯 感谢观看